西班牙发生30年来最惨重的洪灾 东南地区29号一场暴雨降下了一年份的雨量 大水像是海啸一般冲毁桥梁建筑 目前已知至少有95人死亡 还有多人失踪 预计死伤人数还会再攀升 重灾区瓦伦西亚甚至出现 大量被水卷走了汽车 满地堆叠的惊人景象 从直升机一度俯瞰 触目所及都是堆叠的汽车 镜头拉近一看 车辆撞成一团 部分几乎解体 场面骇人 大水吞噬一切 民众跟狗狗无助挤在屋顶上 看到无人机赶紧挥手 还有商场入口被淹没 顾客束手无策 只能原地等待救援 末日般的景象就在西班牙东南部 29号一场荼毒其来暴雨 瓦伦西亚短短8小时 灌进一年份雨量 造成惨重伤亡 救难人员爬上爬下 如果不是看到泥泞中的路标和车轮 很难想象这里本来是做桥梁 可见大水有多猛烈 连建筑都被一声声削掉一大块 这是西班牙三十年来最惨重洪水 预计随着灾区交通恢复 搜寻失踪者 伤亡人数还会攀升 西班牙政府誓言全力救援 并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欧盟也宣布启动哥白尼卫星系统 帮助协调救援 气象单位指出 这次暴雨是因为冷空气通过温暖地中海域 热空气快速上升导致 虽然目前雨势已经停止 西班牙东南地区还是可能出现 致灾性恶劣气候 呼吁民众持续提高警觉 邱凯文编译